接下来的这位政治人物在我们节目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未来我想我们也会再见到他 为什么呢 他无疑是日本政坛青年最闪亮的一颗元老巨星 80岁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还是牵动了日本的政治命运 而且他今年他的发言他的动作无意的造成了日本政治界 甚至影响到跟邻国的关系趋于紧张 谁呢 石原圣太郎东京都知事 全日本的知名人士亚洲国家包括我们台湾在内 对他更是毫不陌生 但就在最近他突然宣布 在距离还有两年多的东京都知事任期的之前 他要辞职不做了 而且他辞职之后还立刻宣布 他要进军国会 为日本的政治生命以及未来国家的命运再做奋力一级 当然媒体开始广泛的报道 石原圣太郎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步一举的动作 同时他未来会做什么样的发展 当然还包括他的退职金可能会高达新台币五千五百万元 不我们今天不谈财产 我们谈的是石原圣太郎 究竟他在整个人生的规划 以及未来的政治路上他准备做什么 最可能的他会进军下一届的日本的国会大选 而希望在国会中的 他所谓的第三势力能够撑起一片天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对于日本未来整个的国家走向 他能够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 还是带来一项重大的改变跟转变 能不能够成功呢 就看石原圣太郎他自己的规划 他无疑的在日本政党 如今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存在跟他的力量 以及他可能带来的影响 当然他未来能否节能他跟目前的日本国内的所谓右派的年轻势力如何的产生合作 可能都要谈未来的发展 但石原圣太郎真的他的一生的确是有太多的故事来可以告诉您 甚至如今他还冒出的话 如果八十岁以后他能够进军国会 到他九十岁呢 他还要重返影坛再做电影明星 您相不相信呢 我有点相信石原圣太郎他真的是一生的整个的政治发展 他所显示他的精力无穷 的确让日本国民已经看了非常非常多的戏码 而这未来还有很多好戏可以期待 在大批媒体跟东京都员工促勇下 石原圣太郎捧着花微笑挥手致意 这是他当了十三年半东京都知事的最后一天 闪电辞职石原圣太郎的这一步棋 杀的日本政坛是措手不及 不只筹组新党还要亲自出马 搅逐下届众议院喜次 但在日本首相爷天遭自民党党魁安被逼宫 要求众议院年底解散改选之际 石原仓促组党真的是为了选举吗 老先生的盘算没人猜得通 暴走老人一出招 五人的保守派小党奋起日本党立刻宣布解散 投校石原阵营共组新党 石原还希望进一步整合 大阪市长乔夏彻率领的大阪维新会 以及大家的党 形成能跟民主党和自民党抗衡的第三势力 石原喊出要革新中央 废除和平宪法 但日本僵化的官僚体系 光他一个人满腔热血就改变得了吗 我实际是80岁 为什么我这样做的事 老人就去做吧 80岁老先生的经历超乎你我想象 就在丢出辞城第二天 石原生太郎现身东京营展 为建影站台 而且是自己担任总指挥的芯片 我曾经做过电影監督 但我还想象徵地改变了 这一段时间也不能看得到 我还想象徵地改变了 那一段时间也不能够新闻刑事 也不能够新闻刑事 但我还想象徵地改变了 所以我还想象徵地改变了 纵横政坛45年 石原生太郎其实是畅销作家出身 跟电影界渊源颇生 这部《青木原树海》 就是改编自他的短篇小说 以富士山的自杀圣地为故事背景 他还客串东京都知识一角 回回48年没演戏 上一次是他32岁时 演的是一出古装片 大学还没毕业 就以太阳的季节 拿下日本文学界最高荣誉届穿奖 作品隔年班上大一幕 石原圣太郎 本来就是个电影咖 我长头 我可能会是新的工作 上年得知的他持续写作 还不时自编自导客串演出 一直到35岁转战政坛 以史上最高的300万票当选参议员 做完一任参议员 他转阵众议员 还入阁当过环境厅长运输大臣 25年的议员生涯 石原其实角逐贡资兵党党推 目标首相宝座 却惨败收场 后来他决定脱党 以五党籍身份参选东京都知识 再创颠峰 回顾当年的竞选口号就能理解 今年四月他表示要以东京都的名义 买下钓鱼台 之后引发一连串的政治动荡 是很典型石原流的作风 强制规范汽车废弃排放 改善东京的空污问题 石原圣太郎在东京都四届任期 以强硬手腕推行了不少 日本政府都没胆做的事 举办每年吸引三万六千人的东京马拉松 拿一百亿申请2016年奥运 为了资助中小企业 他让东京都出自一千亿成立新东京银行 才三年就赤字一千亿日元 是最失败的政策 公务之余 石原梅忘情创作 连续十三年担任戒川奖的评审 还挂名两部电影的企划跟编剧 甚至不忘跑到他自称最爱的冲绳 宣斥主权 其实连钓鱼台上的灯塔 也是石原圣太郎三十几年前 当议员时挤肢盖的 插手日本的领土问题 他有舍我其谁的自信 因为日本政坛就是缺乏 这种具有霸气的领导者 说话直白不留情面 石原跟一般喜欢使用禁语 讲话拐弯抹角的日本人 非常不一样 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乐于扮演政坛的坏人 一举一动都是焦点 这回词官参选 有人猜测 他企图把东京都知事的大卫 留给没选上自民党党魁的大儿子 石原生皇 也有分析指出 他是要迎合日本人 渴望强人的社会氛围 带动政坛向右转 在电影《洛基》的主题曲中 石原圣太郎终究离开了 东京都知事 这个他最熟悉的角色 而冲返国会后 还会有什么精人演出 各界人摸不着头绪 而戏者好奇的是 为国事如此操劳 到了90岁 真的还有力气拍电影吗 石原说他心里有两个 怎么样都想要自己拍的题目 到底是什么我们很期待